大家好 这是我刚修剪的这个三角梅 那么三角梅修剪之后啊 我们一定要给它及时的补肥 让它能够尽快长出新的枝叶来 后期呢 才能够顺利开花 但是我们应该如何给它补肥呢 一般这个时候我们要给它补一点这个高氮肥 因为高氮肥可以促进它长出更多的枝叶 那么高氮肥呢 就比较建议大家用这个花多多10号 它里面氮的含量是好像30% 然后零甲肥的含量呢 是好像10%左右 但是呢 我们用这个花多多10号的话呢 一般半个月左右就要使用一次 这样呢 就会比较麻烦 所以呢 推荐大家可以给这个三角梅埋肥 为什么推荐给大家给三角梅埋肥呢 因为埋肥的话呢 我们之后就不用再经常给它追肥了 这样呢 就会非常方便 那么我们埋肥呢 可以选择用这个羊粪 羊粪它是一种有机肥 里面含有丰富的这个氮磷钾 而且呢 它相当于是一种长效的有机肥 我们给三角梅埋上一圈 这样呢 后续我们就不用经常给它追肥了 那么这个羊粪我们应该如何正确使用呢 首先我们在盆边给它挖一圈小钩 一定要沿着盆边挖 不要伤到它的根系 那么这样挖一圈小钩之后 我们再举一勺这个羊粪 像这样子大概一勺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将这个羊粪呢 埋一点到它的盆边 埋一圈就可以了 埋好之后呢 把这个土啊填回去 这样呢 给这个三角梅埋肥啊 就完成了 特别的简单又方便 埋好肥之后啊 这个羊粪呢 就会在这个盆土里面呢 慢慢的释放养分 那么三角梅吸收了羊粪里面的养分之后呢 就会很快的长出更多的新枝新叶 等到它开始花芽分化的时候 我们再给它用一点零酸二青钾就可以了 这样呢 它就能够开花开得非常的多了 好了 今天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